Super Lemon and Super Cola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鬼鬼 這邊呢 一樣是建在日本的商店 看到包裝就被騙去買的一個糖果 那看到包裝就 這個 那個表情非常好笑 Super Lemon 看起來應該是非常酸吧 然後 Super Cola 超級可樂 到底多可樂呢 我們來吃吃看 為什麼日本都出一些奇奇怪怪的糖果呢 好 這是我們裡面的超級檸檬 那 應該就很酸吧 可是其實我還蠻能吃酸的喔 我是 可以吃掉一整顆檸檬的那種 怕 怕酸 嗯 太酸了吧 等一下 好 它是 濃縮檸檬果汁耶 欸 欸 欸 好像還好 它外面有一層粉 然後就是吃起來會特別酸 但是 那一層粉融化之後 裡面的好像就比較甜一點點 內層的糖果吃起來就不酸了 就是一般的 淡淡檸檬 檸檬糖吧 所以就還好 好 那 它的檸檬 這麼檸檬 那我還蠻期待它的可樂 真的能像它畫的一樣就是 喝一杯一整杯可樂的感覺 等一下 怎麼酸酸的 等一下 我不是吃可樂糖嗎 為什麼這是酸的 外面那一層粉都酸酸的耶 好奇怪喔 外面怎麼那麼酸 想說吃可樂 可樂的味道就還好耶 好 OK 就是可樂糖 裡面還好 沒有到很可樂的感覺 好 然後如果錄到這邊 大家一定會好奇就是 如果我們檸檬糖跟可樂糖 一起吃下去會怎麼樣呢 或是我們最多 可以一次吃幾個 檸檬糖呢 到底能塞幾顆檸檬糖在嘴巴呢 我才不做這種事 對啦 很 很多人拍這種影片 應該會這樣嘗試 可是 我不太想虐待自己啦 我又不是 欸 想說 這樣也太 對自己太不好了吧 所以呢 它就是很酸 但是 不算好吃啦 不算一般會去吃的糖果 有點算是整人糖的感覺 對 蠻酸的 然後我現在比較煩惱的是 怎麼辦 我這堆檸檬糖 要怎麼處理啊 好多喔 我們去國小旁邊 然後等他們放學 把這些糖果送給他們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